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后 这一数字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 5月12日 中心社记者就这一问题 独家采访了社会学家李银河 李银河指出 一般而言 女性平均寿命长于男性 因而全人群来看 男性人数不应比女性多出太多 近3500万的数字 说明性别筛选情况依然存在 东西肯定和不正常的 有性别偏向的终止人臣有关 因为有好多人发现 不管用什么办法 发现是怀的是女孩 他就把她留掉了 所以这样男的就会多出来 正常的是一般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在出生人口性别比 不能超过106 就是106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超过106 像咱们110多 这都不正常的 就肯定有这个人为的 故意的因素了 男性比女性多了数千万 这不禁让人担忧男光棍问题 林银河表示 男多女少确实可能引起 婚姻拥挤的现象 婚姻拥挤就是说 她这个在这个适合结婚的年龄段 男的会多出来 然后就是绝对的 女人是绝对的不够用 这样的话就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吧 婚姻拥挤的那个市场上 拥挤的文化 拥挤的那个标准上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假女盯男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在拥挤市场上 她会假男找姨 就男的往下找 女的往上找嘛 然后呢就是 假男找姨 女一男找丙女 丙男找丁女 然后最后剩下来的 就是假女丁男 假女啊 所以就在城市留下来 然后他们对应的 那个丁男呢 就是大量的在那个 比较贫困的地区 有时候就会出现光棍村 这样的情况 林银河认为 要改变性别比例 无法一蹴而就 相比过去 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 已有所改善 对于目前已存在的 南光棍 更现实的做法 是从舆论层面 给予单身人士更多关爱 我觉得国家层面 能做的事 就是不要对 就是单身人 给单身人过多的压力 就是说 比如有一个人 他单身 单身 然后国家就 不管是从舆论上 或什么的 别再给他增加压力了 对 就是说 单身不好啊 就是人都要结婚啊 其实本来 那个咱们的那个 那种 习俗就是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嘛 就是人都要 都要结婚 有些人他 他结不了婚 是没办法 是吧 你不要 不要在舆论上 再打压 这些单身人了 c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